真的我会替她考虑她的经济状况 你说让她飞几次广州 飞一次广州机票前工资就没了 那你说我们两个相处下来压力会很大 真是老牛拉了一爬 有心无力啊 大哥看到漂亮大姐 直呼相中两眼都放光了 哪成想对方一听到大哥工资三千块 瞬间就变脸了 直呼机票钱都不够 童谣 你好 干嘛呢 我在家刚刚孩子饿了 我再给她冲点奶粉 正好有个货来的 请进去 看看你那个 小妈还挺闲是不是 每天都给她冲 我已经做了一年半的母亲了 行那你先给她冲 然后咱一会儿 你们先坐一下 一会儿再你参观一下 行 这个就是我家 看看吧 我跟我妈妈在家 在家呢 先看看阿姨在哪呢 阿姨在那边 对啊 过来了 阿姨 你好 我叫阿姨 你也叫阿姨 知道我们今天来是干什么吗 阿姨 今天来错误的时候了 知道 是干啥啊 就是 相机 是给这个姑娘 找一个男朋友 你开不开心呢 开心 属实是不妙啊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登场 真是冷会里爆出热力子 一想不到啊 看看咱大姐的年纪 那可一点不像三十岁多岁的女人 倒像是二十多岁 刚大学毕业的青春美少女 但谁能想到人家竟然是一位 黎怡带着娃的单身母亲 这要是当个主播 估计能让不少把一大歌戏的拍大腿啊 我要是独处的时候可能会想死 一到了晚上独处的时候 大家都睡了 夜深凝静 一个人受不了了 就会躲在房间里哭 那个抽烟 所以有的时候 特别特别难受的时候 也会自己把 用酒把自己灌醉 挺难熬 真是唱戏的不看剧本 属实离谱啊 都说三十岁的女人如狼似虎 真没想到大姐晚上一个人孤独寂寞 竟然会有轻生的想法啊 世间万般兵刃 唯有过往伤人最深 就丑大姐这孩子一岁半就离婚 那肯定是因为前夫 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 这才让人家如此难熬啊 在我内心我还是憧憬 有美好的未来 我也挺希望 就是说我能找到一个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稍微有一点懂浪漫 而且还 必须得 会生活会照顾家庭 还得孝顺 说起自个的择偶经历 大姐表示就想找一个互相陪伴 双方互敬互爱相敬如宾的伴侣 而且还必须要回过日子省吃俭用 不然这孩子以后的奶粉钱 那估计都没钱买啊 更不用说以后娶媳妇找老婆 那可出处都要人命啊 你要喝吧 我不喝 我不喝 你喝了 你来吧 不喝吧 我不喝吧 太照顾了 那你自己不喝 我都喝了 我喝欢嘴了都 平时不太喝那个 饮料和茶 什么 茶喝 那个饮料不喝 谢谢 不客气 饮料不喝 喝欢嘴 你这见证 印象怎么样了 挺好的 真的挺好 有点 真挺好的 哪好 没有在哪 咽咽咽 你这一眼 你这一眼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哥闪亮登场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哥 隔老远 就看到了貌美如花的大姐 为了老表心意 一上来就直接端了两杯饮料过去 而且还让愣着自个喝不习惯 一见面就知乎印象不错 看他给大姐都整愣住了 显然没料到这个会这么受欢迎 不过咱倒是无功吃萤火虫 心里明白 毕竟大哥面向憨厚 指定是想不到 会有个这么漂亮的相亲对象啊 我刚刚听你说 那个你一直在外面跑 然后你的家人说 不喜欢你在外面飘了 那他可能是希望你稳定一点 在本市 然后那个能找一个 对 分手机 然后那个 就是安慰手机 你找个好的 什么要算好的 就是过日子的 老人不懂 你找个他过日子就行啊 那谁不过日子 这个这个 是 老人不懂那么熟 对啊 你不可能随便在大姐里拽了一个 就觉得合适吧 性格得善良点 网巴不能说特别善良 我感觉我自己挺善良的 就是建议我建议我一下 这啥的都 你说说你哪个是挺善良的啊 给我们买了两杯水 不是 大姐这边还真是主动的不得了啊 本以为人家会想找一个帅气的大高官 本以为人家会想找一个帅气的大高官 没想到竟然还主动开口 询问起了大哥的择偶要求 直言对方想找一个安分守己 他是过日子的 这一说起刺客的择偶要求 大哥那边倒是胸口挂邮包 满怀欣欣 表示刺客就是个善良的人 这还真得大姐整笑了 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难不成买了两杯奶茶让自己渴着 这就算善良啊 还真是给人逗笑了 你开的特别愿意笑 至于今天你开着都开心吗 嗯 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人吗 应该不是吧 我都不敢想象 不敢想象会是他吗 还是不敢想象的点是啥 没想过 不敢想象 我就是 怎么说呢 看第一眼 第一眼要是能感觉行的话 我看起行 第一眼都不行 那了解 那不会到时候杜宗传以前也不说话是吧 嗯 他不会 性格方面比较好 不是特别宁悦的 你喜欢这样的性格的人吗 嗯 喜欢这样的人 人挺好的 挺随和的 照顾家庭 照顾女人 这块应该都没问题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大哥看着坐在身旁的大姐 满眼都是浓浓的爱意 毕竟像这么个漂亮的对象 自个生平 可没多少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 自个先前相亲介绍的媒人 那可个个是五大三粗 自个的形象跟人家对比起来 还真是有些天壤之别啊 那就是难以置信 天上会掉下来个大美女啊 就是猪八戒被媳妇 白日做梦啊 因为我是长城广州定居 嗯 这两个地方 我的工作在广州 嗯 然后呢我的工作性质呢 就属于商务接待那个类型 嗯 然后我们是做汽车 充电宝 新动员汽车的 就是这种小电动车 河南那边比较好 对 东北这边是 因为 然后所以是 我是 这两年才开始 就是 经常跑外的 所以 很少在家 像我们现在 长春 我所有的亲人都在家 都在长春这边 但是我在 八年前 早就已经定居在广州了 嗯 所以问你 你回不回来吧 哈哈 哈哈 其实我本人 你这心里边想的回不回来吧 嗯 我 挺喜欢 在南港 嗯 那你能接受异地恋吗 能接受 可以接受 对 那比如一年365天的话 能有330天左右 嗯 你见不到 我发现我找你去就这么了呗 我非得 你回来个好 你工作每个星期大概有多少天 每个礼拜有两天休息 节日还有休息 算休 可以 那有年假吗 有年假 有年假 我时间从 真是冷灰里抱着出栗子 一想不到啊 咱可没想到大姐居然定居两地两处跑 这先前大哥可表明 就想找一个本地踏实过日子的 但现在一下整出来个异地恋 哪像想大哥那便一听到对方 能接能否接受异地恋的问题 想都没想就直接同意 果然这只要长相够好 那就是三观跟着五观跑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还真是好得不得了 我喜欢民族舞 也喜欢唱歌 然后我喜欢交朋友 喜欢美食 然后我喜欢旅行 我最喜欢的是打舞球 我会说红酒的场合比较多 像我接见客户一般呢 也喝白酒 但是呢都是在那个饭局上 但是平时呢 那跟朋友聚会呢 唱歌KTV什么的一段 圈不同 没他机会喝红酒 我咽咽那些不喝红酒 就喝白酒 就是白酒 嗯 都喝白酒 可能圈不同 圈不同 圈呢可能就是说 同事要不就女朋友同学 比较多 嗯 咖啡厅肯定是会来的 嗯 就是那种小敬巴 敬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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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敬巴 然后多数呢 大家都会约着出去旅游了 嗯 比如说你说我在广州的话 那就没事约去清远泡个温泉 或者是离香港太近 我们去香港购个物 嗯 买点儿 饮料 什么的 嗯 都是这样 她的那种爱好 是不是你觉得你能融入的 或者你能迁就在 就以后两人在一起 她说那个 有喜欢镜 我也喜欢镜 也来过 不是总来 也喝过 嗯 你会喜欢这种地方吗 好喝我就喜欢 真是土地妙丽田窟窿 大事不妙啊 说起两人的生性和爱好 大哥这边还以为对方喜欢跑跑步 打打羽毛球 没成想对方一说出自个的生活习惯 那都是红酒配咖啡高跟鞋配酒会 灯红柳露的酒吧 人家也是经常逛游 这再一说出去香港各种商场购物买包 这经济条件还真是高啊 好在大哥表明只要对方喜欢 人家都能去尝试凑这个圈子 还真是打心急妥妥的相中了呀 其实这个吧也是刚才 你说完你自己平时的这个 嗯 工作之余的生活 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 收入这一块就像他说有的时候 对 去什么去哪儿炮温泉 或者是去香港购物什么的 是不是咱们觉得这个生活能承受的 或者是能给予一定支持的这方面 尽量支持的 那有支持太多 只能支持不了我 因为我没有啊 你现在收入是多少 你约扣出保险 两千多块钱 不到三千 嗯 你现在的收入 你约约大概是多少 差不多两万块钱 真是穿着皮凹打赤脚 量了半解啊 前头两个人说着圈子的问题 大哥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就往以后两人牵手 幸福美满的场景上思索了 红娘见状直呼两个人的圈子不同 那也反映着生活消费的差距 这一提到自个的收入问题 大哥的脸上明显就红了一圈 直言自个只有三千不到 没想到大姐那头却两万有余啊 这话一说出口 整个大哥的脸上都有些不自然了 人是看上了 但是腰包里的实力却没跟上啊 这个会是两人之间的问题吗 可能会 现实来讲的话 可能会 我挣那么点 我还不喜欢那啥 就是 不喜欢什么 还要很多钱的 怎么差不多 我有我几点火 不能有我 不喜欢那个 靠你的 咋咋地的 就是这个状态 现在 不都比较现实吗 你们有钱怎么去维持 亲情 感情 爱情 真的我会替他考虑他的经济状况 你说让他飞几次广州 飞一次广州 机票前 工资就没了 那你说我们两个相处下来 压力会很大 就只能祝福他 找到一个就是 各方面都比我好 然后真心会过日子 会照顾他 会疼他的人 咋看这么亲事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指望了啊 一听到两个人将近十倍的收入差距 大哥倒是满脸的无奈 四个就是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 碰到了最想守护的他 但大哥就不一样了 现在三十出头 正是需要拼搏的机会 现在遇到了最想守护的他 却又实力不计 腰包空空 大姐那头也是满脸的不愿 瞬间变了脸色 毕竟两个人要真是成了 这以后异地链 连个飞机票都买不起啊 背后却就会 Educate